大家好,我是全集中呼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現在我要回答這次2000QA的問題 拳套變得很臭,還有舊媽 拳套變得很臭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如果拳套變得很臭 那就代表裡面有可能發霉了 或者是他長時間在你的汗義中浸泡 如果發生這個狀況,拳套一定變得他媽的很臭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就是預防 在他還沒變臭之前,讓他盡量是香香的 用完之後,盡量馬上噴酒精 然後烘乾或者是風乾 但是請不要拿去太陽底下曬 太陽底下曬容易讓皮革或者是內襯 或者是填充物脆化 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化學反應 如果你讓你的汗水長時間浸泡拳套 其實不只會湊這個問題而已 就是你還會讓拳套裡面那個填充物 它的打擊手感變得比較差 然後你的拳套其實會比較重 因為它有你的汗水 是蠻噁心的 像我們課班的應該蠻多人都沒有在注意這種問題 以前來講我就是這樣 我去幾個學校練過大部分的拳套也都是蠻有熱血的味道 可以拍一集嗆酸明嗎 我原本打算跟這個人一起拍在一起 但我想說拍在一起的話花太久時間了 開來吧 有可能就沒那麼快啦 好三題 如果我跟Huffell二番戰 然後打AA規則我會同意嗎 前套我比較想要被他KO 我覺得這是沒有可能的 假如到柔術到地面 甚至戰力的柔術 我可能我就被他手爛了 我就被他手肯定的 沒有辦法啦 柔術這個 是我自己幾乎等於零接觸的項目 光是打踢拳其實我就有查了 如果打踢拳規則之類的 泰拳規則之類的 我有對練過 其實就是我沒有像拳擊一樣發揮得這麼好 我很容易就踢也踢不好 然後拳 因為腿的距離肯定比拳還長 然後我拳也沒辦法發揮得很好 假如真的對到一個高手 那像他那個柔術黑帶 那我肯定是沒得玩啦 我雖然覺得說我可以打輸那也沒關係 因為我輸過很多次啦 所以戰績對我說一點都我覺得不重要 但是打一個又容易受傷 然後幾乎沒有勝算的一個戰鬥 那我覺得沒有必要 而且那也不是我擅長的項目 他來跟我打拳擊 是打我擅長的項目 這個不完全正確 因為他其實也算擅長拳擊 因為他拳擊 他其實業餘拳擊練得比我還久 練了14年 我才練8年而已 他業餘拳擊的經驗還比我久 職業拳擊我跟他一樣都是第一戰 而且我也沒有受過真正專業的職業拳擊訓練 他的話應該也是沒有 下一題 B-O-Y-S-T-F-V-Y-E-Z-F-1 從什麼時候開始打拳 我從國三上拳擊的大概11月的那個時候開始打拳 以前打的都是業餘拳擊 然後只有到這一次12月16才第一次打正式的職業拳擊 下一題 這題蠻長的 要去YE-LL-OW-W-H-O-W 去場子練習過 被再小力的拳 自己腦帶都會晃 小暈不舒服 想問 用臉熔接的時候是单純 想威懾對方的拳頭無力 但其實腦子 雲眩很痛 還是真的腦部抗擊打也能練呢 好,這題問得非常好 的感覺 有意識的狀態下我們都處於緊繃的狀態 都是收下巴處緊繃的狀態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對腦部的保護還有晃動的程度呢 一定會比較好 因為要記得肌肉 我們的關節,骨關節跟肌肉它不是剛性的 所以被受到撞擊它一定有發生某種程度的位移跟形變 但是如果肌肉在預先出力就是你有預期會被撞擊的情況下 預先出力 肌肉比較弱的人跟肌肉比較強的人比較強呢 都不至於太差 大概都能夠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 那肌肉比較強勁的人當然會更好 在非預期的狀態下呢 承受撞擊的時候呢 現在假設我都很覺得很放鬆 脖子都沒有在處理的情況下 肌肉本身它會有一個叫按禁食的肌肉張力存在 那這個我們打個比方就像橡皮筋一樣 它不是完全是鬆垮的狀態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呢 我們的肌肉在放鬆狀態的時候 它等於是有一點預先的有一點緊繃 有一點點的肌肉張力在 那這種情況下呢如果說 我們沒有預先出力的情況下 它就 張力就這麼大而已 但是如果你知道受到非預期的撞擊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瞬間的拉扯 假設這個是頭部的話 瞬間一拉扯瞬間一拉扯 它的移動幅度呢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肌肉在比較強勁的情況下 它一樣在 安靜的時候 安靜時呢 它仍然是會有一個叫做 安靜時的肌肉張力 所以你在非預期的狀態下 肌肉比較強勁的情況下 受到非預期的衝擊的時候呢 一樣 它也會被拉動 但是同樣的力道下呢 它的位移的幅度呢 會比較小一點點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肌肉比較強壯的情況下 它可以有助於在 有預期的 有幫助 沒有非預期的情況下 它仍然會有幫助 頸部的力量確實 跟 運動員發生了 腦部損傷 腦震盪的機率呢 增加一磅的力量 可以減少 腦部發生 這種的 運動相關的 腦震盪的 機率減少 5%左右 所以這張照片很明顯 就可以看見 哈菲爾脖子的肌肉 就是比我強壯非常多 但是為什麼 我 不會被它打暈 那就是我的視覺訓練 還有反應時間 是比它來得好的 所以綜合在一起的 抗打能力 我是比較好 但是它頸部機率強度是 高我非常多的 那我之所以可以 不防禦 然後也 直接用連接它的拳 就是因為 我有去做反應 把下巴壓起來 頸部去出力 不過這也代表說 我去提升了 頸部力量之後 我會有更驚人的 抗打能力 而且 也是更加安全的 所以我推薦每個選手 去做頸部機率的訓練 還有 安全然後 循序漸進的 抗擊打的訓 不是說 這個頸部機率的訓練 都是 拳頭來壓下巴的 這個訓練 但是如果 遇上拳非常重的選手 那我這樣的抗擊打能力 肯定是還不夠的 所以 頸部機率的頸部機率訓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來講一個 有可能又要講 有一段時間的問題 去 H-A-N-S-L-U-N-F-6-N-W-1 能不能講解一下 肺臣殼是防守的要點 好 肺臣殼是防守 就是 肥底秀 肥底秀的要點就是 1 身體要稍微的側身 身體要稍微側身 好 第一個 最標誌性的動作 那就是 提肩防守 提肩防守 肩膀轉進來 然後 然後 肩膀抬高 可以順著 一起 往後仰 然後肩膀貼著下巴 然後有時候給一個家長 這樣 翻過來 有可能他就打到背 就不會打到你的頭了 背秀 還有 拍檔這個動作 拍檔就是 通常 最簡單的探戈 去連續主要就是 踢肩 拍檔 格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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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簡單的 基本組合 肥底秀的格檔的部分 左肩的這個 踢肩防守 就相對來講 等於左手的格檔 對 左手的格檔 等於左手的格檔 然後這個就是 右手的格檔 右手的格檔 你就可以用來是 擋 勾 勾拳 然後 打肚子的 下去 上勾拳 然後拍檔 拍檔就是 出力之拳 會再加上 體肩 拍檔 我還會有下潛 再搖扇 再拉回來 整整的動作 V秀的缺點 其中之一是 左手去攻擊 其實 其實會相對的比較難 因為你正常手這樣 你要先開起來 然後重心先過來 然後才能打 對 所以 V秀的話 左手主要的作用就是 擺拳 就是 左勾啦 左勾 還有 刺拳 左刺拳 基本上是這兩個 還有 上勾 還有上勾 直接頂 這個功能也類似於刺拳 好 然後終於到了 我們的最後一題了 錄了 錄了一個多小時 好累喔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最想打的 選手 不考慮實際層面的話 阿里也行 或者是最想要 復仇雪恥的 對手 何曹輝 最想打的就是他啦 就是 漫長被他嗆啦 或者什麼之類的 姬怨已久啊 他都一直在那邊湊我 我是姬怨蠻久的 想一直嗆 以前在隊上的時候 對打都不跟我認真打 然後 都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來跟我打 然後甚至就是 我都跟他出很親 然後他 塞我一直在很大力 有幾個就是我直接偷放給他嘛 然後他也打 然後後面他也 也學我手放掉 然後 給我打 但是我 我呢就打很輕啦 我就很輕打過去 然後 他就是 他有可能力量就是那樣嗎 我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他也有說一點力 但是 他就是 還是繼續猛攻這樣 我幾乎都是很輕的 打到他這樣 對啊 那有可能大家看起來就是 我比較弱勢 對 我在手力的在打 我 我去對練我會比較 去怕說人家會不會受傷 之類的 但是我也不會 刻意讓太多 但是跟他打我真的就是 收很多力 對啊 啊我用技術的時候 我用像我用飛力秀閃躲 或者是搖閃的時候 然後我每次做完 然後他就會學我一次動作 然後 故意做的 比我 自己本身做的還醜 然後來 嘲諷我 對啊 我知道 那他的其中 他 比賽也會用那樣的方式 嘲諷對手 但是 我是覺得說 我對練 這樣子一直 嘲諷自己學弟 差不多就好了啦 但是一直這樣做真的 我是 有點反感啦 但是 我也是 我的 當面來講 我性格 比較俗辣一點 當面我也不敢說他什麼 那我在 網路上 交戰他 那希望他可以出來 就像 阿星或是 什麼交戰小潘 或者是誰交戰小潘 怎樣交戰來交戰去 那樣 一樣 的方式 我是比較敢講啦 就當我是 酸民俗辣一樣 那他平常也在酸我 那 互相互相 那如果他可以出來跟我打 那我非常願意 打職業拳擊規則 甚至提拳規則 我都OK 量級的話 酷射位 酷射位 我不知道發音有沒有很標準 反正巡洋劍級 就是我這次打這個200 磅以下 90點多以下 這個量級 我覺得這是 非常適合 他其實他本來體重也差不多 我體重還是 升上來 雖然我是降不回去 但是 但我竟然我都升上來了 我是希望 能跟他打一場 反正總之 台灣我最想打的 選手就是他 好 那這集的QA 就到這邊 雖然好像是扯得蠻遠的 總之 總之 我2000 訂閱的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